我说你不会好好说呀 他就开始骂街 我们有一姐们跟着 那都不乐意了 也不吵架 也不生气 对 不生气 温柔善良 听你说话声音就直 我爱人在我身边 我跟这个大哥 然后我掺着掺着他一下的 过分吗 所有的男的都要往心里去 怕啥的 什么斤斤计较也不成 这三位你愿意跟谁来做一个沟通 这个大哥 跟何先生 我看了头行不行 有没有这缘分 印象也挺好的 挺美丽的 您给打多少番 你差一点100 挺满意啊 98 99 那我们观察室的那位先生 您要不要见 大家好 欢迎来到我们的选择 大家好 大家好 欢迎来到选择 我是主持人小燕 周一到周五的晚上 9点09分 欢迎您准时守候 在电视机前收看我们的节目 那参与我们现在选择呢 方式非常的多 只有我们的热线电话 6331 2752 还有我们的友伴小程序 扫描它 您可以加入到我们这选择的大团体当中 而且还可以找到当期跟往期单身的嘉宾 那么接下来呢 给大家介绍一下今天到场的我们现场的朋友们 首先为大家介绍我们的专家团队 我们的心理专家陈彦苗 导演演员 穆迪欣 欢迎两位老师 穆老师 今天戴的帽子跟往常不太一样 要换造型了 新年 别新气象是不是 另外呢 还有我们陪选团的四位朋友 给大家介绍一下 和平71岁北京人离异 银行退休 夏信良72岁北京人离异 企业职工 杨静65岁北京人离异 国企职工退休 安心念72岁北京户籍长春人丧偶 一生退休 欢迎我们的陪选团的朋友们 那另外我们的陪选团呢 也会全程参与选择与被选择 那接下来是我们今天的亲友团 助力团也同样 欢迎他们 那么接下来就是我们今天的 一号女士要上场了 到底是哪位呢 我们掌声把她请上来 掌声有请 大家好 你好 新年快乐 欢迎欢迎 你好 来请坐 我看怎么腿是这两天不太舒服是吗 有点疼 怎么了这是 天太冷了 前一阵下雪下了是吧 是 是原来受过伤是吗 受过伤 运动过量 原来您都喜欢做什么运动啊 跑步 是跑马拉松的那种吗 不是 那个就是一千米 印象也挺好的 挺美丽的 我们今天的录制啊 是春节之后的第一场录制 是真正进入龙年以后啊 那我们在兔年最后录制的那场的时候 这个我们专家老师都立了一个flag 这个立了一个目标在龙年 我穆老师就说要在新的一年里去跑步 我跑了一天 直在这一结束了 以后继续跑 这样不是下雪吗 就找各种理由就懒了 原来立自己的新年目标是这个龙年跑步 跑一回步 跑步和步跑 他老斗争 你看 是吧 所以有时候这个跑步的人 我觉得还真的是挺了不起的 对 是吧 断断身体吧 我们来正式认识一下 我们的一号女家Bing 她的基本情况 潘素兰 67岁 北京人 离一手 刚退休 岁月是何时的 您今年多大年龄 74 75 潘女士是个什么样的人 身上有什么样的故事 什么进入 原来是你环节 看看她的关键词 有两个可宅可洞 美丑舒服就行 性格是首要 可宅可洞应该是说您现在的状态是吧 那在家里宅着都干嘛呀 宅着家里都干点什么活呗 也就是 也是那种闲不住的是吧 对 闲不住的 您原来在手缸是做什么工作呀 手缸二招 分配到这个食堂 在食堂的那个干了八年 所以您是很会做饭的呗 对 还行 还可以 那您当时食堂负责什么呀 负责是红二面都有 那厉害了 反正就是 就是人家有时候上夜班的时候 你这个都得会用 你知道吗 那您会做红糖饼吗 红糖饼还行 我们何叔做红糖饼可厉害了 是吧 何叔 何叔 我吃那红糖饼是您亲手做的吗 嗯 差不多的 嗯 差不多 什么呀 差不多是什么意思 因为现在都是徒弟做了 原来就我们徒做了 就得了真传 您那红糖饼都怎么做呀 我的红糖饼就是 把这个面呀给它揉好了 越软越好 弄成一层那个什么酱 完了以后再撒点那个什么芝麻 完了以后再撒上点红糖 再一卷 就是那个红糖饼怎么能把那个外焦里嫩 那个挺厉害的 看你那个油还得好 对火候的要求 对 火候挺好的 其实他说那个外焦里嫩呢 我认为观念在火候 而且再去撑 对 是 是吧 对 我们那会儿就在 来过 绝对来过 所以你知道这个何初老说自己手艺好 不就是在网上买了各种各样的东西吗 他们家不是上次还说吗 电饭包闲置的有五六个呢 它这个每个锅有每个锅的不同作用 而且每个锅呢 它有普通的大小 所以它里边的这个餐食啊 食品啊 它也是不一样的 嗯 讲究啊 讲究 对 但咱们在食堂那会儿都是做大锅饭 大锅饭 那是不是也挺难的 挺难的 那大锅特别大 这么老大个 你抡得动吗 不需要你去炒饭 那会儿年轻啊 好厉害啊 那会儿刚17岁 你想想这正是时候 哦 那也好强啊 你想那大锅食材的好几十斤呢 是不是啊 对 而且你还得匀 你还得味道都很好 对 没错 嗯 所以在家里 好像说做一顿年夜饭 对您来说 那都是小菜一叠吧 可以 可以 您平时会做饭吗 会做 比方拿手的 拿手的切片条 切的手杆面条 不是吧 是吗 非常细瓜面 咱们今天录制的时候 正好是元宵佳节 您会煲汤圆吗 会汤圆 用糖 拔了以后 搁点那个芝麻 搁点那个核桃 晾干了它以后 切成一小块一小块 拔了以后 搁在水里头 那个馅儿还要搁在水里啊 对 你得有水啊 你不水的话 它怎么沾面呀 沾的面 对 摇汤圆 摇那种 我说咱俩 这是怎么穿白的呢 是元宵 两汤圆 你们俩人受汤圆 他们元宵我是汤圆 故意的 所以您是摇的那种 对有摇的那种 何叔您会吗 这个 会啊 过去摇眉球也是那么摇 那个我没干过 那不能吹一块 那也是分黑白 理论上应该差别 力道应该就差别 力道是不差不利的 不是都是拿一婆子啊 然后就这么摇摇摇摇摇摇 反正我们小时候看过摇眉球 摇眉球 摇眉球 累 累 对 这摇圆宵呢 它有那婆子 对 有那种 有那种圆的 还有在这个休息区量大的时候 就那么一个圆的一股 那个锅似的 哎 这些圆的也是跟着一块摇 对 这么着 我跟您打下手 正宗是吧 我不用 我得跟你想着手 我得还得向您学习 您看我现实大呀 你看 暴击你 但我就在想啊 如果两个特别会做饭的人 在一起生活 邓梦姐你觉得会发生什么 那就特别美好呗 安姐了 那特别和谐 生活好呗 你们就是比我经验多 我这一看 要打起来 您想吃什么 我给您做 那太好了 谢谢了 谢谢大哥 其实在家里边 就是一个和谐 对 聊的和谐 吃的和谐 是不是 没问题 还有好的好的 多好去和谐 是不是 这样的才能好 这个人挺好的 我感觉 长得也比较中厚 是吧 嗯 没见下挺好 怎么样 对我们和树印象如何呀 嗯 还行 邓梦姐 你觉得 接触这么长时间 和树脾气 应该什么样啊 对眼了 怎么都行 不对眼了 这个 这也是一个刺头 哈哈 哈哈 对 对他高兴了 然后他心里愿意了 你爱怎么着怎么着 你他红你 什么都行 他要看你不顺眼 你就什么都不是 其实我也没那么刺头 我这形容于个刺慧是吧 外边有刺 他只会咕咕咕咕叫 没有别的 是吧 你看 其实有些什么事啊 你就直直说 直来直去挺好的 我喜欢那种开朗的人 有什么事说 你摆在桌面上 我愿意这种事 您这个选择的条件 是美丑 舒服就行 但性格是很重要的 是吧 我性格就特开朗 我从来不摆什么东西 都那什么事过去了 就过去了 人家说 这今天上午 一会儿 半个小时 以前的事 一会儿我就过去了 那您这辈子 跟人家就没红过脸吗 没红过脸 很少很少 往年有名额加一级 我们那会儿 就涨工资 涨工资 加一级 我那会儿我就那样 你们全都去弄去 给你们加了 我最后一个 我不跟人争 你凭我多一年 我就凭你少一年 哪怕什么 早晚我也得找 我也得弄 我是那么一个先生 你知道吗 什么东西 不往心里去 我那天啊 就是在那哪儿 那个上那个自由市场 正好是夏天嘛 他们进的是那个西瓜 他就在后子 他就说 赶快走 赶快走 我们那会儿 就拉着车 上上去买东西去 谁知道你那个 这是怎么着 我说你不会好好说呀 他就开始骂街 骂街 然后我说你骂 就走我的 我也不理你 反正你也不知道 我叫什么 我们有一姐妹跟着 那都不乐意了 就要跟她闹 闹了就 我说你别跟她闹 你跟她闹没用 咱们走咱们的 就一劝过去了 我就是这样的人 也不吵架 也不生气 对 不生气 温柔善良 听你说话声音就直 其实像这些事 是很容易过去的 因为本身就是陌生人 他不是亲近的人 对 很多人可能一念之缘 就过去了 对吧 但是如果是在家里 还真有 我们家那个 我们家那主 原来那个什么 还真是他小心眼子 你知道吗 晚上吃完饭 说溜达溜达去 然后你偶尔的都碰上 那男的或者女的 就一块去了 再第二次他碰上了 就说怎么你们一块 那个说好了的 就是吃错 回家他就说呢 我说你 我说你怎么那么小心眼的呀 不是就是在 好像是大家都下楼 偶然碰上了 碰上了就是啊 就不行啊 不行 是这样的 所以碰到女的就没事 碰到男的回来 就得说的说的 他说的他就说的 如果第二次再碰到 同一个男的 你们俩是不是说好了 对呀 就那样的人 这也是真的啊 我那一个哥哥 他那个身体不好 走道有点 就会缺缺管的 我跟着我们家那主呢 我们仨人 那你说 他在我身边 我爱人在我身边 我跟着大哥 然后我掺着掺着他一下的 过分吗 不过分 他回家他就跟我嚷嚷 你今天你看着一样 你这叫什么呀 我说你在我身边呢 我说你叫 你不在我身边 他说我是有那什么的话 我自己在身边的 那你为什么当时你不说呀 掺了一下 但是就一直这么掺着了 就掺着走 一直掺着走 掺着走 对 那您爱人在旁边 我爱人在旁边 那当然 我跟你说啊 男人都小心眼 真的 尤其是自己老婆 可是那你 我就别说 那有可能会这么想 你就别说 要不去 是不是 你说你回来以后 你别这样啊 让我有点吃不消 对不对呀 你不能说你回来 你跟我嚷嚷嚷 何叔跟夏叔 你不说回 马上要说 其实这事啊 作为我来认为啊 非常地无拘小节 这是好听的 再说一句 您进去掺着 您是女士 那他为什么不掺着呢 问您是走这个位置 三人走这个位置 我家爱人是这儿 我在中单间 人家的大哥在这边 对呀 您应该让您爱人 跟他在并行走 您在边上 他要掺他掺 哥们之间掺没问题 您能有一点吗 没有吧 但您要去女生掺 那哥们 那就是有问题了 真的 您还别说您那个 说您那个肚量大 气量大 说我不往心去 不是您不往心去的问题 所有的男的 都要往心里去 夏先生 您怎么想 还真是这意思 要够我呀 我要是男士 我主动去掺 你也不会让他去的 他去了 我肯定心里 有点别扭啊 倒不是小心眼啊 这是做法 其实你啊 其实你不是小心眼啊 你看那种情况 你主动地让你老婆 就搁那边 咱搁两挨着 对 对不对 你干嘛回头掌盔空 你都不用让他们俩挨着呢 这走路忙碌有问题 这里吧 对不对 你能接受吗 怕啥的 人家是熟人 那怕什么呢 是不 他是需要人帮忙的时候 你就帮他一下呗 好 又不是有别的什么 灯物节怎么看这事 比如说啊 现在我单身 假装啊 你跟沐老师 现在是一间出去 我要打招呼的话 绝对先跟你打招 我不会主动 跟沐老师打招 为什么 怕影响没必要的这个 误解还是麻烦 所以我是非常注意的 尤其这两个人 人两口的出去 你要说 沐老师 我考上时间没看见你了 然后你媳妇 坐旁边一看 干嘛呢 你们俩干嘛呢 什么意思 你跟沐老师 什么时候 对对对 会那么想 回去把背信上了 对 所以好多事 所以好多事 必须要想 想清楚 就说 所以说 为什么说 生活还是需要点 精力业力跟智慧 不是说 这事 因为我想着 我应该往前冲 如果说你 爱人在旁边的 待他冲的时候 让他去 安姐怎么看 要我就说 我给我先生一个眼神 我说你过来啊 你服务这个大哥啊 这样处理 这样吧 双方 既然女的 也心里也挺安稳 先生也挺 表示他挺大度 而且还挺有姿态 我不知道那个沐老师 就是男士的心态 会不会是 又觉得这个事吧 可能自己媳妇 也真没怎么着 但是自己看了呢 心里又很别扭 反正我们这代男人 就觉得 这个尊严 比生命更重要 就人的这个 我老婆 穿别人去了 我在旁边站着 就会很尴尬 就是心里的那种 特别难受的 其实这是细节 都知道没有事 有事怎么能当着我面 但是 我这脸 对对对 就有点尬了 对 其实就是细节上的处理 其实你看两个人 在家里吵架 我今天跟灯笼姐还说呢 就你两人吵架 你抛开内容 抛开形式 最后就是剩了三个字 你错了 你看 所有的架都是要这三个字 你错了 而不是我错了 真的好的家庭就是 为什么不吵 回去先想 我错在哪儿 然后我们哪儿没配合好 然后两人呢就商量 我觉得您的前老伴啊 是他表达的方式上 也有问题 这种东西不是吵出来的 对是 他就说 媳妇以后你别那样 我觉得面子上过不去 可能他这么 这样一提醒 您就能接受 啪一啪 怎么回事 我没怎么着 好您这 您就找您的理由了 对吧 大概男人就是 一个面子问题 对 就是面子 就是他要真跟你 大发火吧 他也觉得不合适 可不发火吧 心里还别扭 其实他也很难 很直接地跟您说这个事 是的 有的时候就是 不是处处都可以 放在桌面上 明明白白地来讲的 我这人呀 就说什么呀 有什么事 有说什么事 我摆在桌面上 我们家那种呢 是怎么说呢 一句话 许他不许别人 那你们俩离婚 也是因为这种事吗 反正是 就是因为他 小新娘的太厉害 所以跟他离了 先离婚 才和我走了 后来生病了 对 生病了 你还去照顾他吗 我照顾 毕竟我们是三十年 三十年的夫妻 等于是 那你还挺了不起的 人家就要走了 你还能没见没完的 我不爱你呀 那才好呢 什么斤斤俱脚也不成 那两位都是 敌人亲友团 是吧 对 这是什么关系呀 这是我的闺蜜 这是我的弟弟 我这个姐姐呀 我们都是五十多年的 这个交情了 其实我们是楼上楼下 然后我认识他妈是干妈 然后呢 我们的关系一直特别的好 我这个姐姐的特点呢 是就是比较善良 孝顺 这是最大的优点 还有一个 她是很直爽的人 我这个姐姐呢 是就是不是 她想的不会像人家 想的那么多 那么什么就好像说 就是实实在在的 很热心 爱帮忙 她是一个很质朴的人 你要说能说会到 她不会 但是过日子 应该是把好手 和她在一起过日子 我虽然是一小弟吧 我感觉对方应该很轻松 她是一个简单的人 您其实一上来 一直在表达说 我什么都不放在心上 对 就是这其实也是 刚才大家讨论 这个细节的一个点 就之所以有一个人 爱您的人 可能会觉得小心眼 那是因为她把这件事 或者把您这个人 放在心上 而您觉得 咱有什么事 咱就说 说完了翻篇 啥也别放在心上 所以这个部分 就会让人很好奇 就对您来讲 虽然也许您不是 特别善于言辞 但是什么事 什么人 或者什么是 被您放在心上的呢 我在猜测 也许您所谓的 啥都不放在心上 也许您那个心 看起来像个吸管 或者管道空的 不留什么东西 好像等待的是一个 特别理解您的人 就类似于这两个 亲友团一样 他其实特别理解您 您不就直率 没有任何小心 没有任何小九九 您就是一片真心 但是这都是 远一点的关系 相对远 真正要跟您 走在内心深处 就特别特别亲近的关系 除了生养 咱们的人之外 您的那个人 他就是需要 被您放在心上 就是需要 那个生活里 各种细节 各种被您记下来 不是这事 一翻篇就过去了 那过去了 人有什么美好记忆 很多事就是过不去 那才是我们 生活里的美好记忆 所以就是 我对您有一个祝福 或者说一个假想 就是也许 您从来到节目开始 就可以尝试着 把您真正 重要的那些人 哪怕现在 咱们美老伴 能不能把自己 把自己放在心上 点点滴滴 该在意的 就要放在心上 对 是 但您对未来老伴 我看性格要求很高 性格就是说 就是开朗 就说那个 别那么小肚鸡肠 我不喜欢这样 您觉得您是一个 小心眼的男人 我不是小心眼的 我是大胖的 大胖不嫉妒 没有嫉妒 咱们具体一点 他的年龄 是哪人 然后住在哪 然后孩子的情况 等等的 你还有要求吗 退休的 有自己的住房 完了以后呢 你这个住房是独立的 还是说可以 跟孩子住一块 独立的 我们看看 今天来的这位先生 他的基本情况 您可以就您感兴趣的 三个方面 来了解一下 住房 住房 收入 对 年龄 贾先生74岁 有房 收入在2000以上 我们何叔 71岁 有房 收入在6000以上 夏先生72岁 有房 对吧 退休金在多少以上 10500 这三位 您愿意跟谁来做一个沟通 这个大哥 跟何先生 他不是会那什么的吗 我看愁行不行 有没有这缘分 有没有这缘分 因为他也会做饭 我也会做饭 没准能俩 就能那什么的 跟大熊猫聊聊 来 您的孩子现在是 做什么职业 在金小龙 当那个什么的收入员 李霍 儿子收 没有儿子 我是闺女 闺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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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您呢 我也跟您一样 也是闺女 也是闺女 挺好的 我感觉一见面 感觉挺好的 好嘞子一看 您年轻一定是个美女 不是 我在家不算美女 算丑女 不算 中不灵 但是现在您看 中不灵 好像就是应该是美女 那谢谢您了 那谢谢您了 对我得夸奖 您这做饭不错 是吧 嗯 做饭还行 您爱吃馅吗 嗯 我什么都爱吃 啊 什么都爱吃 对 因为喜欢做饭 它没有拒绝的东西 基本上没有拒绝的 酸甜苦辣 都吃 酸甜苦辣 我也是 对什么都没那什么的 对 吃什么都行 自己还在争取呢 这个大姐 大姐真的挺喜欢的 嗯 包子 饺子 花鸟 懒龙都可以 多爱吃 我就爱吃馅 最爱吃了 就是岁数我比它大 怕人家不愿意 你们俩聊得怎么样啊 您觉得 哦 还行吧 还行吧 嗯 打个分 您给打多少分 打90分 90分 对 您给打多少分 嗯 差一点100 挺满意啊 98 99 是98还是99 还是90 我心想这个话里 它就有伏笔 差一点 这一点是多少 这一点也可能是 比如说10分的话 它也可能是 点60 点7 这就是说的 这个年龄 说话很含蓄 它差一点 就跟那个 就跟说 你那个收入多少 我差一点不到1万 对 然后那个基地说 你多少 一万五 一千五 所以这个话里边有水分 是不是 你看看 把我们潘姐给吓着了 说都这么说话的吗 不是有一说一 什么都摆在桌面上吗 对 不是两个人搁是咱们 所以对面坐的不是熊猫 是狐狸 相互之间的 然后互相在那种 两个人坐在一块 就是以后生活一块啊 不是有些事 就非得搁在桌面上 桌面上对 不一定的搁在桌面上 对是 搁到桌面上的东西呢 咱们得私下就可以聊 这位姐姐态度 是挺明确的 但是呢 何叔 您刚才用那词 说有点 不是熊猫 是狐狸 我就在想 人家没听到 人家只说红猫 没有那狐狸 所以何叔 何叔的态度 其实不是很明朗 选择性的听 对对 所以我们还是要 观察一下 问问闺蜜 我觉得挺好的 俩人谈的也行 你们都觉得 还是可以试一下 还可以试一下 您是觉得 跟我们何先生聊得不错 那我们观察室的 那位先生 您要不要见 我不想见了 来了 可以见见 可以见了 这个称呼称 这只是 得了解过程之中 你说是吧 可以 见见没有关系的 那有 是吧 感觉大姐更 给她打分更多一点 她难时差一点 好像 女士更欣赏她 更欣赏她多一点 我是直来直去的人 心里不合事 您觉得 你跟这位女士的性格 相似 何叔 本来就是人 死心塌地 就跟着您走了 现在竞争对手来了 欢迎 您这可能性减少 百分之五十了 那对 差一点就一百了 对我来讲 我有信心 哎呀 行啊 那这样我们把 观察室的这位先生 请上我们节目现场 大家好 你好 哎呀 高高帅帅的 来来来 煮个汤匠 你好你好 贾文普 74岁 北京人 藏偶 农民 哎呀 你有多高呀 一米七七 一米七八吧 那样 又可不像呢 像一米八以上的 而且倍挺啊 你 长了 还长了 护盒本上是一米七三 我一查 怎么一米七三呀 后来我一量好 一米七八了 这点了 不是 一个护盒本 那会儿是15岁 显得一米七三吧 那天 那天 十的 我也忘了 多天 这么多 八呀 少写了一半 就是这意思 不是 是啊 我说怎么 那天怎么那么矮呀 这天怎么 考验高了 知道 不是 人家都是岁数大了 抽抽了 你这好 我长了 长这了 这个是有一定的 我琢磨是有一定的原因 啊 什么原因 这个 岁数大了 你必须得渗懒腰 渗懒腰 渗懒腰 渗懒腰还长个啊 长个 不但那个整个骨头 骨骼还好 不是 您身 你看我们摄像 把它伸一身 觉得自己一米七八都不够吧 是不是 我在去年 去年滑冰的时候 做一个 自己坐一批车 滑冰 摔一根脑 摔腰了 摔腰了 他当时起来没事 过了那么 各着来月吧 起不来了 起不了亢了 一个月以后 就厉害了 对 我就打一车 去了医院 我说做一盒子 做一盒子 做完 他说您多大分之了 他说我 我说我七十 七十一 您这个骨骼 像五十的 怪不得您这么挺 那您有什么好方法 就是伸懒腰吗 那一天再伸几百个 不是 那个随时可以伸懒腰 不是 您有什么特别动作 我们学学 来 你就 躺着可以伸 你看那小孩没有 就是哥那小孩 一岁两岁 人家一睡醒的 就是伸懒腰 就长个儿 经长一寸 这伸懒腰 就全身的筋生一身 经长 对 但您这个骨骼 七十多 怎么能保证五十多 这不是伸懒腰 这个骨骼 骨骼里头有血液 伸懒腰 可以促进 骨头里的血流动 就那本书里 这么写的 你看看 沐老师 就有简单的方法 不用那么累 所以我就跑了四公里 伸懒腰 四公里 我伸四个懒腰 咱就 太合适了 还有这个 还有这个深呼吸 深呼吸 要复式呼吸 是不是 对 一天你有功 就深呼几次 您平常运动吗 骑车 赶急 旅游 刚才您说什么 赶大急是吧 您赶在哪个急 哪急都可以去 进入骑车 二三十里的骑车 远中 丢去过什么急 火线 张冠 我是通线的 那你们俩赶的肯定不是一个急 我不是 是吧 你姐姐也爱赶急 你们俩先聊的 五分钟的时间 我给你介绍介绍 我是平房农民 那您自己现在住呢 两个儿子 一个儿子是粮食房 二个儿子去加拿大了 没有负担 身体没保险 没有三高 骑车 我从石井山骑120里地到家 那还挺快的 您有几个孩子 我一个 我是闺女 闺女 闺女好 您喜欢什么娱乐什么的 有时候去玩玩 上大机 我的想法 这次要找不着老伴 我就自己到八马去抗养 您还对我有什么要求吗 没要求 看你挺好的 挺 从哪方面啊 挺健康的 挺健康的 我也不行 我这腿也不行 腿不成就少走呗 对 就是 怎么这么有意思 大姐跟他好像说话 就不是那么的顺畅 跟那个大哥感觉 话也多也顺畅 这聊的热情不高啊 您这 跟刚才跟何叔聊的时候 可不太一样 我再问问说 您喜欢我们女士哪点啊 喜欢温柔善良 特别直的一位女士 我也是 就有什么说什么 有什么说什么 心里不嫉妒 我就问您一事 三个人一起出门 媳妇在中间 那个穿白衣服的 刚刚腿不好 媳妇干就掺了一下 一直掺着呢 你有意见吗 那怕啥的 那有外心 先外心怕啥的 对不 我不 我不嫉妒的那个 心心挺快 因为这人 同事是结婚的 掺一把 那有什么 师父 一直掺着 一直掺着也没关系啊 需要帮助 那有什么关系 是不是 你看 小心眼子了 不是 小心眼子了 不是 是不是 你让我去掺呀 你 这啪啪打脸 你看我说上来 说得好 对 这么大岁数的 那也有什么关系 是不是 你看 能这么想的先生不多 您可真的要好好把握 正好他想找这样的 心胸宽大点的 一拍即合多好 我是不出烟 不喝酒 不打台 就是骑车赶急 您刚才说能骑120里地 对 120里地 真厉害 四个小时 哎呦 就现在这岁数还能这样 我们安姐是大夫 是不是 所以 我刚才听您这位先生讲 就是你 就你叙述的 你自己的身体好 长个 长个 这在医学来讲吧 就是奇迹了 因为年龄 我也不知道 年龄和疾病在医学上是同步的 这么好的身体 说明您呢 一个是饮食上什么都特别好 饮食 饮食没不挑吃 什么吃都成 你看 当时您讲你的这个身体状况 大伙都感觉挺惊讶的 我在旁边也感觉挺惊讶的 我坐车啊 坐公交车 碰见一个94岁的一老头 她是上午爬一小时山 还坐一个小时的倒立 我说这个真 少有些了 就是年龄 男同志女同志 尤其男同志吧 超过70岁以上的 就得那个高海亚的几率是高的 就是那你说你都没有 相当不错了身体 能长寿你这个状态 跟着运动量应该有关系 还有一个 另外她心态也好 先生喜欢我们女士温柔 一开会过日子 但是她这膝盖不好 没法陪您骑自行车呀 我陪伴她一生 那她以后出不了门了怎么办呀 推着 那您就没法骑自行车了 自行车那就不过骑了 改四路 对可以骑着后面驮着 我觉得这真正最深情的告白 您这个时候再看何叔 还有那么帅吗 往缓退去 是不是啊 我想问问您之前碰到过 这样的先生吗 就您过去谈恋爱也好 婚姻当中也好 有这么 没有 没有 没有是不是啊 没有 这真的是比送你一束玫瑰花 还让人感动呢 对啊 就这么说 是不是 对 人家说你看 先生能骑60公里的自行车 人为了你 可以不骑了 推着你 守着你一辈子 我的妈呀 前两天我还跟朋友说呢 这老了以后 能给你推着轮椅的那个 那真的就是 感情很深厚的 是不是啊 是一件幸福的事 腿不舒服也不怕 走不了人掺着你 走不了犯人 走 够表态的了 这位先生特别的难得 就是这个年龄段 就是他的气质 他的身板 包括他的运动量 然后他的心态 就很多方面都极其的难得 更为难的就是 这两个人身上都有那种 特别特别少见的质朴感 就是其实人的阅历嘛 就说这人吃一切长一智 人随着他阅历 他难免就想法多 难免就心眼就多起来 就为什么小孩好红好骗呢 就因为成年人他就是这样 越累积他吃的亏多了 他不得不就长很多心眼子 但是在我们先生 和我们这位大姐身上 他们俩真的有特别纯净 特别特别质朴 自然 直率一点 就是可能也会有先生说出 像叔叔刚才说的那样的话 但是我们就会相信他 对 而且我们就会觉得 他就是做了一个很深情的告白 而不是说 我为了现在争取你 所以我先说一点 能打动你的话 对 我们就觉得说应该是能做到的 是吧 就这种天生的信任感 是很了不起的 对 对 对不对 是吧 对 这是我们的榜样 所以何叔现在还有那么样有信心吗 咱能紧 我跟谁我都不竞争 但是我也不怕竞争 好 那接下来我们姐姐做决定吧 要不要留下 大家了解一下我们先生 要不就聊一下 了解一下 好 大家就聊一下 好 我觉得人家挺好的 都很朴实吧 看外表穿戴 好像他们挺同频的吧 感觉是一类似的 对 贾先生是个什么样的人 身上有什么样的故事 我们进入原来是你环境 我们来看看关键词有三个 新年新气象 73岁挑战西藏 未来依旧听你的 说新年有什么新气象啊 新年啊 是家里有什么变化 还是生活要有什么样的规划呀 小院子就能住人不就得了吗 天装修的 哦 中西县十八 原来是没有现在给弄成两个院了 一个 但是 你们说 就不能utch 去 嘛 这 是 party 呢 这 nous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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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脑力也在线》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脑力也在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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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脑力也在线》